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别合法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 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不醒 主耶稣早晨 我们再次来到祢面前 敬拜祢 因为我们是祢的百姓 我们都属于祢 谢谢主 我们属于祢 都是祢的百姓 我们正呼求祢 炫耀祢的生命 在这黑暗的时代 祢叫我们发光 当我们寻求祢 祢 主啊 谢祢 安安 祢 主啊 谢祢 安安 祢 监力的教会 来依止这地 愿祢 我们经允etera employer 圣安 祢 是殿堆的祢 我会来一起这地 愿你只意正确 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 我们属于你 都是你的百姓 我们征服求你 牵扬你的胜利 在这黑暗的时代 你依照我们发光 让我们寻求你 在这黑暗的时代 我会来一起这地 愿你只意正确 我们属于你 都是你的百姓 我们征服求你 我们征服求你 炫耀你的生命 在这黑暗的时代 你依照我们发光 在这黑暗的时代 当我们寻求你 在这黑暗的时代 在这黑暗的时代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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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进来 祝你 求你 向我严 Committee 愿祢心已成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的 主耶稣记录我们知道 主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祢 主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祢 主啊 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 主啊 我们乃是为祢而活 主啊 是的 让我们神的百姓知道 主啊 我们必须委身在神的国度里面 让我们常常在敬拜当中 经历神祢的同在 谢谢耶稣基督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主 让我们因着我们属于祢 因着我们对祢有回应 神啊 祢就来得着我们 主 在我们生命当中建立神祢的国度 在我们生命里面建立神的同在 谢谢耶稣基督 主啊 祢帮助神祢的百姓 让我们再次对祢有回应说 主啊 我要回应祢 我要成为神祢所使用的器皿 来回应这时代 谢谢耶稣基督 让我们再期待上 祢是祢的国度 祢的教会 哈利路亚 千里你教会来一次加异 千里你教会来一次加异 愿你国度降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千里你教会来一次加异 哈利路亚 愿你治愈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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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祢早晨我们来到祢面前敬拜祢 我们愿用这首诗歌 如同我们的祷告一样 祢每次我们来到祢面前敬拜祢 我们带着一个真诚的心 我们还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祢 主啊 除去我们的软弱 除去我们的疲惫 主啊 使我们进到敬拜里面 享受与祢美好的同在 再次成为我们一天的力量 阿们 让我们从祢自取更多的力量 为主而活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属于祢 谢谢耶稣 我们耶稣最多的名祷告 阿们 这几乎是保罗所有的书信 在圣经里面一开始的自我介绍 为什么保罗每一次都这样自我介绍呢 因为这很重要 哪里很重要呢 这里说 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有一个弟兄 到了一个朋友家里 他这个朋友 有一个三岁的小女儿 非常可爱 这个弟兄到这个家里去做客 看到这个小女生 实在非常可爱 很天真 就逗着他玩 就跟他说 小妹妹你好可爱喔 你是谁 他说 我是妈妈的宝贝啊 那这个弟兄呢 就想要逗这个小女生玩 就跟他说 哦 你好可爱喔 那请问 你会游泳吗 那小女生说 我会 哦 你不会游泳喔 那请问你会算算数吗 比如说 七加八等于多少 他说 不会 哦 你不会喔 那请问 你会讲英文吗 这小女孩说 不会 那你会不会赚钱养你爸爸妈妈 他说 我现在还不会 这个弟兄就开这个小女生玩笑说 那你什么都不会喔 那你干嘛要活着 这小女孩说 我是妈妈的宝贝啊 所以我要好好的活着 各位弟兄弟兄弟妹 你属于谁 很重要 这个小女生说得对 她是妈妈的宝贝 她属于妈妈 她是妈妈的宝贝 所以她必须要好好活着 那弟兄弟妹 你属于谁呢 保罗说 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你属于谁 就决定了你的生命的意义 决定了你生活的方式 决定了你生活的态度 你属于谁 这个很重要 这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保罗在这里说 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属于耶稣基督 在当时有何可夸 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 被羞辱的死刑犯 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保罗要说 他是属于耶稣基督呢 因为他用爱 将我们挽回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显明了神的慈爱 显明了神 对我们是何等的怜悯 保罗因此被吸引 被神的爱所吸引 被神的救恩所挽回 我们也都是 我们被神的爱吸引 被神的救恩所挽回 所以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愿意一生一世侍奉他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是谁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因为我们属于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说呢 他奉召作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我们属于耶稣基督 但因此我们也得到了一个使命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所以我们要传扬基督的救恩 今天我希望 我们一起来为 传福音这样的主题来祷告 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我们必须要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 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 跟我们信什么就很有关系 罗马书在第一章 接下来第三节第四节说 按着肉体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但从神的角度 从圣灵的角度来说 他就是神 他从死里复活 他有大能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 我们信的是什么 我们信耶稣基督 他是人也是神 他为了爱我们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相信神 是宇宙独一真神 他却有慈爱 他愿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显明了他的慈爱 我们信的是什么 跟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很有关系 我们是属于耶稣的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信神的慈爱 我们相信 人唯有靠着神的恩典 才能够进入永生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可以得着罪的赦免 得到永恒的生命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需要来为我们自己祷告 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属于谁的 你是属于谁的 如果你清楚地知道 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那么你应该也有一个使命 要传扬福音 你知道你是属于耶稣的吗 你知道耶稣基督 用他无条件的爱 用他牺牲舍己的爱 将你挽回吗 你知道你是属于 万君子耶和华的吗 你知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工作当中 你全然属于他吗 我们现在为上班族祷告 这些上班族们 你知道你是属于谁的吗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为所有这世界上的 上班族的基督徒来祷告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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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所有的上班族们 主啊 我们知道 主啊 我们是属于你的 主啊 我们在 我们上班的场合属于你 主啊 我们下班以后也属于你 我们的工作属于你 主啊 我们的同事 跟同事之间建立的情谊属于你 主啊 我们的前途属于你 主啊 我们是属于你的 主啊 我们是服侍你的 主啊 我们是一群 主啊 属于你的儿女 是你用爱将我们挽回的 主啊 求你 主啊 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谁 主啊 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 主啊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主啊 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谁 主啊 我们的人生的态度 主啊 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意义就不一样 主啊 因为我们属于我们的真神 主啊 耶稣基督我们同心合一 为神你的百姓上班族的基督徒来祷告 主啊 是不是让每一个神的百姓知道 当我们尽心尽力在我们自己的职场当中 主啊 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不属于老板 主啊 虽然我们跟老板有合作的关系 但是神我们不属于老板 因为我们属你 主啊 让我们在自己的职份当中 神祢既把我们摆在这个公司 主啊 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 主 让我们带着神祢给我们的使命 主啊 每天都充满了使命 主啊 传递神祢的福音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祢 我们工作的目的不只是赚钱 而是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使祢得荣耀 让我们可以把福音传递出去 使我们周遭的同事们有机会认识祢 因为我们都属于祢 谢谢主 接下来我们来为企业主祷告 为这些企业家们祷告 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属于谁的 他们的企业属于耶稣基督 他们的人生属于耶稣基督 他们的员工也属于耶稣基督 他们为什么在他的企业里面经营 也是属于耶稣基督 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员工 我们一起来为所有的基督徒企业主们来祷告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与终主祷 主祷救祢来帮助我们 主祷让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 这些企业家们来祷告 主祷祷祷来帮助他们 主祷让他们知道 他们是为祢的名字而经营 主祷让他们知道 他们是为了人的缘故 主祷他们有些人员工 主祷他们是为了人的缘故 主祷他们要爱他们的工作 爱他们的员工 爱他们的产品 主祷他们为了主的缘故 主祷他们在这个地上 主祷要荣耀祢的名字 主祷要经营好他们的事业 哦 耶稣求祢来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 哦 全世界 主啊 每一个角落的 基督徒的企业家们 主啊 他们清清楚 知道他们信的事 他们是为主而活的 是的 主啊 我们为着所有的企业主 来到祢的面前祷告 主啊 感谢赞美祢 祢赐给我们这样的产业 主啊 祢呼召我们 放在这样子的位分上 我们拥有一个公司 拥有一个工作室 主啊 不管这个公司的大小规模 主啊 都是祢赐给我们的产业 主 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眼目转向祢 主啊 我们要谨慎 要自守 主啊 不要贪心 主 因为我们的财宝 是积聚在天上的 主啊 我们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财天父上帝 祢向我们要 祢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不过就是行公义 好怜悯 有一颗谦卑的心 主啊 恳求祢帮助我们 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面对 我们的所有的 我们的职员的时候 财天父上帝 有从祢来的智慧 帮助我们管理这个公司 主啊 有从祢来的爱 让我们能够将 借着这样子的公司 这样子的职场 能够将福音传扬出去 谢谢主 接下来我们为 学生的族群祷告 让所有的基督徒学生们 他们知道 他们为什么是学生 不是因为他们年轻 所以是学生 他们是因为主的缘故 所以他们是学生 他们是属于主的学生 他们不是为父母读书 也不是为自己读书 他们是属于主耶稣的 为主耶稣基督读书 我们一起同神的口 为所有的学生族群来祷告 学术主啊 让我们清楚地知道 主啊 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学生 主啊 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所以我们在校园里 主啊 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所以我们要传扬鼻音 我们要向同学传鼻音 向老师传鼻音 主啊 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主啊 让每一个学生知道 他们属于耶稣基督 主啊 因为他们属于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的学生 主啊 因为他们是有身上的耶稣基督记号 主啊 因为人看见他们 需要看见 那耶稣基督的记号在他们身上 主啊 他们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主啊 求祢来帮助我们这些基督主 耶稣 谢谢祢 耶稣基督 让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 可以学习到神啊 在这世界上的智慧 但是神啊 降下祢的恩典和怜悯 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做学生的晓得 主耶稣 这世界上的智慧 那是一个辅助 主耶稣 我们不属于世界 我们要融入世界 成为世界的导政者 主耶稣 信起祢的百姓 在学生族群里面 主耶稣 求祢降下祢的恩典 怜悯与智慧 让学生晓得 祂的生命是属你的 是有价值的 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垃圾堆里面 捡起来的 神啊 每一个头发 神祢都晓得 因为我们是有价值的 我们是祢的宝贝 主耶稣 求祢降下祢的大爱 在学生族群里面 让学生的基督徒 可以去传扬神 祢在他们生命里面的福音 就是让更多的同学 可以听到神祢的福音 我们祷告是奉靠 我主耶稣 基督圣明所祈求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为退休的族群来祷告 退休的族群 你是属于谁的 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已经退休了 你并不是属于那些 退休之后的休闲时光 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我们一起来为全国 全球所有的 已经退休的基督徒们来祷告 我们同圣开口来祷告 主耶稣 主啊 主啊 我们要为这些退休的族群来祷告 主啊 虽然 主啊 他们已经退休 但他们不属于那休闲的时光 主啊 他们不属于那休闲养生 主啊 他们属于耶稣基督 主啊 虽然 主啊 他们现在比较 哦 时间丰富 主啊 他们现在比较注重养生 主耶稣 他们属于耶稣基督 主啊 他们的人生就不一样 主啊 他们退休以后的生活就不一样 主啊 因为他们属于耶稣基督 主啊 他们的退休生活全然属于耶稣基督 他们是耶稣基督的福人 他们是奉派 只要传扬福音的 主啊 主啊 使得主 可能只有你更深地来爱这些退休族群 主啊 你知道当退休之后 我们的心会感到空虚 我们心会感到劳累 我们心会不知道我们人生还可以做些什么 但是主 你要说我们依然属于你的 我们依然是你宝贝的孩子 所以我们可以在退休之后 不管我们身上是否有钱 但是我们不被世上捆绑 我们乃是要看见耶稣基督 你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要让我们有拥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付出多少的爱心 主啊 根据让我们知道 在退休族群当中 我们属于你必定实践爱心的行为 谢谢你 接下来我们再来为农家 农民们祷告 让所有的基督徒的农民 农家们 他们知道他们是属于神的 他们不是属于他们所栽种的蔬菜水果 他们是属于神的 他们不受台风 豪雨的掌控 他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一起同神开口来为这些基督徒们祷告 耶稣主啊 我们要为我们这些农民朋友们祷告 主啊 主啊 让他们知道 主啊 他们并不属于他们的农田 主啊 他们不属于他们的蔬菜水果 主啊 他们是属于耶稣基督 主啊 他们不受 主啊 这个台风 豪雨的掌控 主啊 他们是受神的管理 主啊 他们是属于耶稣基督 主啊 他们是你所爱的 主啊 他们虽然在农村 主啊 在农家里生活 但他们当然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主啊 是 主啊 是 主啊 是 我们同心合一 为农民的这些神的儿女百姓来祷告 主啊 是 我们摆脱过去 我们好像都觉得是农民是看天吃饭 但是神 我知道 主 当我们祷告呼求的时候 耶和华你所吃的福食 他们的富足并不加长忧虑 主啊 让他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他们清楚知道 他每天工作 夏天工作的时候 都是为了神 主啊 他每天为神 主啊 做这些劳碌的事工的时候 主啊 他们清楚知道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主啊 因为他们属于 他们能够在自己职分当中 主啊 尽心解力的摆上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你 接下来我们再来为劳工朋友们祷告 让他们清楚的知道 他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他们不是在社会上 只是忙忙碌碌 他们所有的工作 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人际关系 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我们一起同生快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要为这些劳工朋友们祷告 主啊 他们在辛苦的工作当中 主啊 他们并不属于他们辛苦的工作 主啊 他们是属于耶稣基督 他们是属于神的 主啊 他们所劳碌的 主啊 他们的朋友 主啊 他们的工作都属于耶稣基督 主啊 主啊 神的工作 主啊 让我们这些劳碌的朋友们 主啊 他们清楚知道 他们属于神 我们为着每一位属主耶稣的劳工朋友 来到你的面前祷告 才会颠覆上帝 主啊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代 这个社会非常的艰困 各样的环境都让我们不得不去 就是花更多的时间 好像要更多的去工作 才能够赚得温饱 才会颠覆上帝 恳求你你的爱 更多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劳工朋友的里面 主啊 你安慰我们 主啊 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兼顾我们 使我们有属天的信心 相信你 主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 一句都不落空 是的 主 在你凡事都能 你要我们不要为着明天忧虑 一天的忧虑 一天单就够了 是的 从来天不上帝你说 我们只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你都会加给我们 主啊 于是我们就这样子来宣告 主 我们是属于你的 主啊 虽然我们的工作非常的繁忙 主啊 虽然我们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主啊 我们的压力是这么的大 但主 我要宣告 因为我是属于你的 主啊 我相信你必要帮助我们 在旷野里面要开道路 在沙漠里面要为我们开江河 感谢赞美主 接下来我们来为所有的全国的基督徒来祷告 全世界的基督徒祷告 让每一位基督徒知道自己属于神 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 知道要传扬什么 我们一起来为所有全国的基督徒来祷告 结束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 主啊 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祷告 主啊 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 主啊 让他们知道要起来穿美 因为他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主啊 让他们清清楚地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 主啊 让他们所信的是那位全能的神 是医治的神 拯救的神 主啊 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原来 主啊 我们是得罪神的 如今信着耶稣基督的爱 主啊 让我们被爱所寻回 被爱所挽回 主啊 回转信到耶稣基督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主啊 求祢的帮助 所以说我们为我们全国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主啊 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 我们是属于神的 知道我们所信的是那位慈爱又公义的神 是审判又拯救我们的神 主啊 知道我们过去得罪你 如今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挽回 主啊 他爱我们 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 如今我们来到神面前信靠耶稣基督 让我们罪得以赦免 让我们生命得以更新 主啊 让我们过去的悖逆 如今在你面前蒙你饶恕 蒙你赦免 如今我们愿意顺服你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所有的全国的弟兄姊妹 起来传扬福音 传扬他们所信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 是祢的仆人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祢的仆人 阿们 祢的仆人 祢的仆人 来一小仆人 来一职带来一职 支持较仆人 愿你博物降员 愿你夺独降临 也知这地 愿弥智已成全